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最近一则新闻报道,今年六十多岁的花阿姨退休后贤富在家,照顾起孙子,空闲时就到公园跳舞,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 可前段时间,她却因为平凡放屁而愁眉苦脸,自己既觉得尴尬,又难以忍受这种平凡的感觉,于是去医院做检查。 检查结果,让花阿姨很是大吃一惊,自己竟然患上了直肠癌。 很多人觉得,放屁就是在排毒,但这种认识并不正确。 屁是一种气体,它是怎么产生的呢?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,在未成道消化过程中,会和消化道菌群发生作用,产生很多气体。 这些气体随着肠道蠕动,向肛门运动并排出,就是我们俗称的放屁。 放屁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,正常人每天会放10到15个左右的屁,大概有500毫升。 看到这个数字,你也许会质疑,自己明明没有放那么多屁啊,那是你没有考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。 1.经常放屁是怎么回事? 我们每天放屁的次数和气味,反映着未成道的健康状况。 如果经常放屁没有味道,可能是肠胃炎或者肝胆有问题。 如果放屁次数又多又臭,可能是消化不良导致。 如果放屁其臭无比,可能有消化到出血或肿瘤。 1.生理性屁多。 如果没有明显的身体不适,经常放屁可能和饮食有关。 第一种可能是吃了洋葱、韭菜、生蒜等食物。 这些食物含有可能产生大量硫化氢等气体的机制,食用后往往会废气大增,不断放屁。 第二种可能是吃了豆类、鼠类等不易消化的食物。 导致食物在未成道内滞留时间较长,与未成道均群长时间发挥作用,产生的气体就会变多。 这种由饮食导致的生理性屁多,一般会随着饮食的改善自行消失。 2.病理性屁多。 如果排除饮食原因,经常放屁可能是病理性的,说明胃肠道出现异常。 第一,肠胃炎。 如果有肠胃发炎,消化液分泌会减少,肠道蠕动会变慢。 食物消化效率下降,造成食物堆积在消化道中,不断与消化道均群产生作用,导致放屁过多。 第二,激素分泌失调。 随着身体慢慢衰老,体内激素分泌会渐渐失调,进而影响微肠道消化功能,出现放屁过多的现象。 第三,消化道均群失衡。 消化道均群失衡,食物消化产生的肺气也会变多。 二,长期憋痞对身体有害吗? 暂时憋的痞会回到大肠内,等下次放屁的时候一起排出去。 而长期憋着不放的痞,则会被肠臂吸收进入血液,经过分解后到达肺部,然后再经由呼吸系统从嘴巴和鼻子排出体外。 在这个过程中,痞被分解产生的毒素也会被身体吸收。 久而久之,就容易长痘痘,面部色素沉着,长斑。 所以有痞一定要及时放出去,不能在体内憋着。 因为胃肠道以通为顺,最好找个被人的地方悄悄放出来。 三,频繁放屁怎么改善? 通过上文痞的产生机理,我们就能知道,只要改善消化效率,大多数人痞多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 一,首先在生活中,是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。 建议大家在平时吃饭的时候,最好不要吃太过油腻的食物,应避免加重体内湿热问题的食物,例如油腻、辛辣食物。 日常生活中比较典型的有火锅、烧烤、油炸食品等,并且在日常饮食中加入有助于去湿的食物,例如玉米、赤小豆等。 另外,这种问题,我们也可以尝试中药条理。 临床上常用的中程药有饱和丸、人身健脾丸等,不过还是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。 二,此外大家不妨尝试着进行体育锻炼,可以在饭后一小时左右,出门进行散步、慢跑等有氧运动。 可以按摩消化系统,改善胃肠道的血液循环,促进胃肠道的蠕动,增加消化液的分泌,使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消化吸收更为彻底,也有利于排除食物残渣,增强代谢。 但是要注意,饭后不宜从事剧烈的运动哦。 三,肠胃保健按摩。 饮食过度频繁或食物过于繁杂,胃肠功能会受影响,可以通过胃肠保健按摩减轻胃肠压力。 做法如下,搓热双手,以肚脐为中心,顺时针缓慢旋转模拂,按面积由小到大。 手力由轻到重,双手轮换交替,腹部按摩15到20分钟,即能达到不错的效果。 每天早晚可进行一次。 早间按摩有助于排便,促进胃肠去沉纳心。 晚间按摩有助于促进消化,帮助体内筋液气血生化,减轻肠胃压力。 4.按摩足三里血。 中医说,足三里血是强壮保健血。 肚腹三里流,肠胃不适症状都可以通过刺激足三里血得到改善。 比如,有胃胃肠腹痛,肠鸣,腹部不适,均可以通过按摩足三里血得到改善。 做法如下。 足三里血位于人体小腿外侧,膝盖外侧圆中,点下四横指的凹窝中。 按摩之前,先找准这个穴位,接着用食指抵住拇指的第二指关节,然后用拇指尖用力推按这个穴位。 每次三分钟,重复三到五次。 每天早晚各一次,也可以减轻P多的症状。 个人的一些肠胃疾病多发,影响放屁的次数,消化不良,肠胃功能下降,或者是胃癌等等。 若想尝到健康,可以试试吃这几种蔬菜。 四,建议多吃三种蔬菜。 一,黑木耳。 很多人看到晒干的黑木耳就没有胃口,其实这是错误的行为。 对于体内健康的人来说,医生建议可以多吃一些黑木耳。 主要由于黑木耳的营养价值很高,而且含有植物胶原成分,不但可以起到改善皮肤的作用,而且可以吸附消化到内壁残留的物质,使得排出体外,从而达到清理肠胃的目的。 如果经常吃,对于肠胃来说也是很不错的。 二,海带。 海带属于一种营养物质丰富的海产品,它可以起到保护肠胃的作用,而且海带也可以溶解掉肠胃中的残留物质,润滑肠道,清除体内的有害自由基。 同时含有的微量元素可以补养体内缺失的物质,肠胃越来越健康。 三,花生。 花生是目前养胃的一种佳品,它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。 同时,花生中含有的固醇,可以增加肠道的韧性。 平时吃点花生,对于养胃来说还是很不错的。 对于不想被臭屁缠身,保持肠胃健康。 此时建议大家,除了以上三种蔬菜可以多吃外,还要坚持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。 尽量吃饭要细嚼慢咽,而且每次吃饭尽量嚼三十下。 这样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的方式,让食物更加容易消化吸收。 更重要的是,减轻消化到负担。 其次是,尽量少吃一些含气体的食物,尽量以清淡饮食为主。 饭后可以喝点酸奶,这样有利于消化。 若频繁放屁,且伴有其他身体不适感,还需进一步去医院做检查,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,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 和志恒相约, 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